接下來我們來繼續說明一下你要怎麼樣去讓他做出某些事情 那在這初始化的部分其實我們不用動他 我們把這個拔掉 然後下一步就可以想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讓這次機器人啊 讓他去跳個舞的話 那你可以有移動 說明一下這什麼 如果他移動一步的話 他其實就是左右腳各會走 往前往後這樣 左右腳都會往前 然後各往前之後才會算是完整的一步 那後面這個毫秒就是說他要在幾秒內完成那一步 所以你這邊如果越小的話 那他走的就會越快 那我先試著 往前一步 然後可以複製一下 再來往後一步 再來我可能再加一些 AUTO 那你除了這個往前往後 你還可以轉向 轉向走兩步 再來我再彎彎彎彎彎彎一步 這不動 那這些做了之後 你還可以做一些事情 例如說 你可以讓他跳舞 那這些你都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我要說的是 你可以用時間裡面的延遲 就是他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你可以暫停一下 暫停1000毫秒 那1000毫秒就代表就是 1秒 等1秒有點久 等500秒 之後呢 我們再做後面的事情 好 那這樣好之後呢 我們就來開始 來燒錄 那燒錄 時間 那我這邊就 直接先剪片 好 那我現在已經下載成功了 上傳成功 就可以看一下他所做的事情 然後前進一步 暫停 之後 會 前進 後退 他就剛剛做 剛剛我們這邊邊斜的事情 就轉向左邊 彎腰左邊 不過你剛從上面看 就看不出來幹嘛就是了 那你就可以開始設計一些特別的舞步 那記得你還可以用他唱歌 他還有這個 唱歌的選項可以選 那不過在這邊有幾個你大概不能選了 像這LED 因為我們沒有裝這個東西 所以你不能選這個東西 那其他你都可以先試試看